上月全國新增就業人數為21萬6千人 超出早前分析師和經濟學家預計的4萬6千人 儘管這數字低於2022年平均每月新增的近40萬個崗位 但就業市場仍表現積極增長 並且高於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期 全國失業率保持在3.7% 這數字為歷史低位 大部分主要行業的就業情況保持不變 政府部門、社會服務、休閒和酒店行業等領域的就業市場表現強勁 另外上個月的全國工資水平較2022年12月上漲4.1% 超過了當前3.1%的通貨膨脹率 專家指出全國就業市場正處於逐步復甦階段 而工資增長 尚未完全抵銷過去3年累積的物價上漲效應 目前物價水平比2020年2月高出近20% 儘管就業收入 部分微補了通脹帶來的損失 但距離完全恢復 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天下惠視記者編輯報導